昨天我对今年夏天NBA自由市场的超做了点评 我总结了胡人的直接竞争对手 太阳勇士国王等球队 全部都做了补墙 如果国王再拿下德勒战 今下萨克拉门托将封神 结果言出发随 今天德勒战三年七千六百万 正式加盟国王队 国王队付出了什么 一个大垃圾提及民主终结者巴恩斯 一个小垃圾杜瓦尔特 然后拉来马斯这个第三方 让他们出了些森安东尼奥香甜的空气 三方交印拿下德勒战 麦克奈尔拆着佩林卡的构头 反复揉戳 佩子 请说你一直想跟我拼一下的是吧 虽然我给你这个机会 这个德勒战 我给你一星期的时间来搞 一星期啊 就一星期 结果佩林卡像条熟悉的死狗一样 一动不动 此刻 麦克奈尔拆着佩林卡的构头 佩子 以后你给我记住了 不管走到哪里 现在我们萨克拉门托的人 都给我跪下叫一声爷 否则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西抠德勒战的合同 我他妈简直吐血 比勇士一包狗粮 拿下希尔德都离谱 前两年5900万全额保障 第三年只有部分保障 5900万 洛杉矶盖的厕所 都不够买地皮 德勒战一个场均24分4 335.35的超级得分手 七成麦克尔乔丹 就这麽被国王队拿下了 而且阿战的数据含金量十足 没有半点刷的成分 整体投篮名中率48% 照犯规的杀伤力也是相当惊人 察觉能够发球7.74 现在你可以说国王队已经有了自己的三巨头 德勒战 福克斯 而且三个人是完美互补 不存在任何位置冲突 本来胡人队打国王就不好打 每次遇上都要吃饼 试问下个赛季 再遇上国王该怎么打 靠克里斯蒂吗 佩林卡的猪脑 堪比装强大聪明 人家国王5900万拿下德勒战 佩林卡买克里斯蒂 也花了3200万 再打一个文森特 这间够数了 我不知道下一个桑基是什么 但此刻 我觉得去洛杉矶卖 酱压药 应该能够发财 哎